我的莫格丽男孩虽然女主灵溪和男主莫格丽才是最后的官配戏品 但是刚开始的时候灵溪却一直暗恋着任颜凯饰演的郑里 而且总是制造各种机会要跟她见面 而且还表白了呢 不过郑里对灵溪这位大小姐似乎并不感兴趣 所以在表白的最后灵溪及时刹车 忍痛含泪表示自己只是在开玩笑而已 就是这场女主向男二表白的戏 拍摄的时候杨子可是拍了三遍才过呢 第一遍的时候说完那句我很认真并且很坚定 我喜欢你真的喜欢你后 杨子起身向前就要做出亲吻任颜凯脸颊的动作 然而刚站起身就突然中断有点尴尬的笑场了 对于这一次的事物杨子给出了自己的解释 那是因为他害怕任颜凯会给自己掐断了 而且他也担心自己可能会笑场 于是果不其然小猴子还是忍不住笑场了 第二次拍摄的时候杨子说完台词后 获得一下站起来朝任颜凯凑近 不过很快导演就喊咖表示再来一遍 这一次不知道是因为两位演员没有准备妥当 还是其他原因喊停的 第三次拍摄的时候杨子可谓是一气呵成 而任颜凯的搭档配合也可以说是非常的精准到位 一脸热情和期待的说完我真的喜欢你以后 杨子变起身透像任颜凯的脸颊 但任颜凯却一个机灵脑袋往后一缩 接着瞪大眼睛做出一副惊恐不可思议 而又排斥拒绝的神情 当然这也是剧中角色所要呈现出来的 这里的反应向明星明白了 自己的喜欢不过是一厢情愿的单相思而已 停顿一秒后便笑着做了回去 一边笑一边说这种玩笑你也会信 接着就十二无脸十二拿手指擦眼泪 过程中灵溪一边大笑着一边喊话是看玩笑逗正理的 虽然灵溪嘴上说自己是笑的眼泪都出来了 但实际上大家都知道她这是在演示和伪装 她是因为看出了正理不喜欢自己 也不会接受自己的表白 所以才假装无所谓的强颜欢笑 虽然前两次的拍摄都出了点小问题 但第三遍拍摄的时候 杨子可以说一秒入戏 不管是表情语气还是动作台词都表现得非常准确到位 真是瞬间就被她笑着擦泪的这个画面给灭到了呀 虽然心疼但还是想对女主说没关系 因为男主莫格丽正等待着跟她搭档组CP的呀